然後去說明他是女人這件事情是假的 所以他是男人這件事情就是真的 你懂那意思嗎 所以這個反正法的精神就是這樣 否定的假設 然後透過正確的推理得到矛盾的結果 正確的推理會得到矛盾的結果 那就是你假設的不對啦對不對 我現在用反正法來證明這件事情給你看喔 欸哈囉 仔細聽喔 我這個會把它講完喔 來這裡 欸我不會證喔 所以我不會證喔 怎麼辦 不會證 那我就假設 來設 K加1 來閉嘴閉嘴 K加1的什麼 K加2次方會小於等於 K加2的K加1次方 對嗎 對啊 我不會證喔 我假設這個結論不對 假設這個 當然是嗎 對 我只要說明這個東西是有問題的就好 對吧 我要證明他我不會證 我就先做否定的假設 來 然後我們這裡喔 來 安靜安靜 這裡我看一下喔 K加1的K次方 來 來 K加1的K次方 一定會小於 小於什麼東西呢 K的K加1次方 好像可以 來 因為我的K是一個大於等於3的正整數喔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兩個式子怎麼樣 乘起來 不等次的方向是不會變的對不對 這個乘起來這邊會變什麼東西呢 右邊會變成 K乘上K加2 所以是K平方 加2K的幾次方 的K加1次方 欸知道我在寫什麼對不對 然後左邊這裡是 來這裡是 K加1的2K加2 所以我寫快一點 它是K平方 加2K 加1的K加1次方 欸這樣寫會不會太快 你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因為快下課了 來 然後同學我問你 你覺得這個式子有沒有毛病啊 肯定有毛病啊 為什麼 欸K怎麼樣 大於等於3 欸K大於等於3 你覺得 右邊這個會比左邊大 剛好可憐 欸這裡有K平方加2K呢 這裡有K平方加2K 可是這裡還加了1呢 所以你說這個東西有可能比他大嗎 根本不可能啦 我們得到矛盾的結果 你知道嗎 矛盾啊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矛盾 怎麼可能 這不可能對的啊 那不可能對 來請問你啊 正確的推理得到矛盾的結果 那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這個假設不對啊 這個假設 這個假設是有問題的 這個不對 欸那這個不對 那代表怎麼樣 代表這個是對的 YES 斷就正出來 好不好 這個有沒有難 有一點難啊 肯定是有一點難的 但是我跟你講喔 這個董明鏡講得很好 觀察 猜測 然後想辦法去證明他 對不對 這些方法我們都教過 數學歸納法 感證法都教過 這有沒有問題 欸 董明鏡這個很好 這個問題我們得到徹底的解決 沒有錯 他的確會比他大 不是憑感覺 我們真的可以用數學講得很清楚 你看出大小關係 欸 真的不錯 頭一百分確實是有他的實力在 好 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就先這樣 下一次我們再稍微談一下 大概這張討論就結束了 我們就把進度繼續完成 謝謝志明姐 謝謝各位同學 喔 OK 好